每五分鐘一顆照明彈 點亮夜空 陸海空 持續打撈 最海的F-16V戰機 並且搜救失聯飛官陳毅 13日有了重大發現 除了打撈起大塊殘骸 晚間更發現了疑似飛官遺體 我們了解一下 人找到了就是圓滿的 對… 從艙內找到的 不是… 軍方正式發現 部分肢體和皮膚組織 立刻送殯儀館 家屬也趕來指認 隨後返回住處休息 檢查官相驗的結果 皮膚方便說 這都是零零三反 腿骨和零零 除了部分肢體和皮膚組織 12日深夜打撈起 失聯飛官陳毅的飛行夾克 上頭也有身體組織 同樣送到殯儀館 程序要做組織限定 你從頭水中的 已經衝擊你很大 不可能完成了 疑似飛官陳毅遺體 檢方14日上午將採集檢體後 送到法醫研究所DNA比對 最快晚上就會有結果 撞擊點也將持續打撈 幫助陳毅和家人們能團圓 記者後跟王書宏嘉義報導